大家晚上好,我是老鱼 有个网友今天给我提问一个问题 老鱼,看你总拍照啊 拍模特的时候用的都是傻镜头 拍模特是虚化好呢?还是不虚化好呢? 那这个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模特肯定是咱们许多摄友比较愿意拍的一个题材 那么通过拍摄模特呢 能在构图上,美妆上,还有美姿等各个方面啊 对咱们有一个快速的提高 拍模特到底是虚化好啊?还是不虚化好啊? 这个就看你的需求了 那颜像来讲也有虚化的,也有不虚化的 比如说老鱼用的镜头啊 一般来讲是这三款 这个就是佳能的70-200 二代,小白兔 这个就是我手中利用率比较高的这一款 腾龙的超广 也是个灯泡头 像个灯泡一样 是1530 我许多时候也在拍风光和风景 顺便用它拍摄一些超广的人像 环境人像 这款利用率不是很高 不算一个挂机头吧 是一个2880的一个大光圈的一个 得味比较重的一个老镜头 这个应该是90年代 但是味道特别好 那拍摄人像呢 其中咱们拍摄的就是糖水人像 比如说室外的情况下 那个就用咱们大光圈长焦段的这个镜头 因为虚化呀 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光圈 还有是一个焦段 焦段也够长 光圈也够大 那它虚化的唯美的效果 肯定会更好 那个在室外拍摄人像的时候 一般来讲70-200小白兔 是我首显的一只镜头 通过它可以突出主体 虚化背景 让人物更加唯美 让郊外更加奶油 所以这款镜头是非常棒的 是许多摄影师室外的一只必备头 它照比70-200一代头相比呢 就是中心和边缘都非常均衡 非常锐利 那第一代来讲呢 它就是中心锐利 边缘有点肉 许多室外的糖水人像 拍摩特都是用这款镜头 要在室外的话 想拍摄大自然的那种广袤无垠 还顺便把人物带上点缀的话 那就得使用超广 仅仅是广角是不够的 它没有超广的夸张的视角 所以说拍摄环境人像 最好就是用超广 那么这两款镜头拍摄的人像效果 那是迥然不同的 所以说一般来讲 拍人像需要一只超广镜头 还有一只长焦的大广圈镜头 当然还有中间焦段的 比如说50或者85焦段的定焦 相搭配使用 那就更加完美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 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了 超广还有长焦大光圈镜头 拍摄人像的 他们各自的优点 相信摄影啊 尤其是刚入行的摄影 知道了这人像 有不同的拍法 还有不同的镜头 产生不同的效果 相信听完了老鱼的一些介绍 心里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如果要有问题 老鱼能帮助您解答的话 将是老鱼的荣幸 好 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老鱼 喜欢我的观点 就关注我一下 让我们一起学习 共同提高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开